他可能都不是清醒的 嗨 謝謝你收看好總 今天瞎談 我是David 嗨 我是柏章 嗨 我是Oden 嗨 我是Oden 今天我們有Oden大師來到我們當中 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Oden大師真的是在我們台灣的威士忌界 是非常特別的一位大師啦 不敢不敢不敢 很感謝您今天 很榮幸您來 然後呢 其實我們今天想要跟您請教有關IB 因為你是我們台灣最大的IB酒商 也不敢說最大啦 還可以 都不是Oden大師 這個最大都是別人說的 不過大家喜歡Oden 那我今天就是我們早一點再請教Oden大師 為什麼這個最大 的確在SKU我們說產業界 SKU他真的每一年所推出的這個IB產品 在台灣應該是最多的啦 這個可以點頭啦 目前 可能不是 不一定最多啦 不一定最多啦 不一定最多 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不過應該就是第一吧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今天 其實台灣這幾年大家很愛IB 是是是 就已經不喝 就是你喝OB好像已經有一點熟氣了 對 就是IB才是 你知道有比試鏈的問題 對啊 真的愛喝就是包桶了 而且可能IB不怪自己都自己包的這樣子 對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IB我們在講到IB這個 就是Independent Bottle 就是在台北Brands的同樣 就是說這個 就是不是像比如說麥卡倫啦 大膜啦 這些都是品牌 所以他們叫OB Original Bottling 那IB呢就是Independent Bottle 就是說獨立的這種裝酒商 他們裝酒的啦 是是是 那所以您本身也在這個產業 那我第一個問題就要請教Oden大師 今天來我們要問你很多 剛才我們在等設備的時候 其實這是第二次路的 抱歉 剛才我們在等設備的時候 其實有請教 我覺得您真的太多寶可以挖了 是是 今天我們就針對IB就 可不可以請您先分享 IB的歷史 OK OK 為什麼我們會有IB這個東西 是是是 因為OB喝了 覺得沒有什麼創新的 才有IB這個東西 其實完全不是 其實應該說剛好相反 剛好相反 我自己常常講說 其實威士忌的歷史 就是獨立裝品牆的歷史 其實應該就這麼說 對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我們現在知道這些威士忌的酒場 是 包括可能在台灣大家很熟悉的 格蘭菲迪啊 格蘭利威啊 等等的 其實我們知道早期 為什麼會有威士忌呢 因為當時威士忌被生產出來 並不是因為人們想要喝威士忌 OK 而是當時威士忌 可以消毒用品 消毒用品 消毒用品 裡面消毒 裡面消毒 當時是因為這些 種大麥的麥農們 他們每年這個大麥沒有賣完 對 剩在那邊怎麼辦 你知道蘇格蘭又很濕了 對 你古物放在那邊 唯一賣掉 對就腐爛了 所以他們決定乾脆就是把大麥拿來蒸餾 OK 蒸餾成這個酒精之後 就是非常好保存 對 就是威士忌這麼來的 對 那一直發現到後來發現 這個東西還滿好喝的 對 所以有人開始飲用它 那可能一開始來作為醫療用途 後來作為享樂用途 後來甚至發現說 你一把這個威士忌蒸出來之後 放到橡木桶裡面 一段時間之後更好喝 對 所以增加了更多在飲用方面的需求之後 所以 蘇格蘭的這些賣儲就說 那我可以開始來多做一點威士忌 蓋場了 對 就是蓋場觀念 格蘭飛地 格蘭立威 對 那講到蓋場就要講到收稅的問題 OK 為什麼 你剛剛講到 對 你剛剛講到很多酒廠叫做格蘭 格蘭就是他們叫蓋兒語叫Glan Glan 山谷 對 山谷 那為什麼叫山谷呢 風水好 對 好山好水 好避稅 好避稅 OK 在山谷裡面比較來比較麻煩 對 需要直升機 對 查稅官一定都是政府人員 那政府一定在大都市 Glasgow 愛丁堡 倫敦 對不對 那你如果把酒廠蓋在這種大都市的地方 我但第一個查你 我但第一個查你 那古時候又不像現在又很方便 古時候只有馬車 所以為了要這些酒廠們 或是這些農戶們為了避稅 對 鼓勵官員不要來 對 你就盡量少來 走車勞 對 你來這樣太麻煩了 辛苦了 我就蓋遠一點 你就不會來了 是是是 對 所以就往北蓋在那種深山河谷裡頭 對 所以格蘭就這麼來了 是是是 很實際很實際 對 既然蓋在離大都市那麼遠的地方 那肯定販售很不方便 所以當時他們 你有缺點 對 酒做出來了雖然不用繳稅 可是要賣給誰呢 身邊都 對 身邊都 對 又不像我們現在還會寫Email去酒廠 對 我要跟你預約酒廠導覽 以前沒有這種事情 是是 對 所以他們只好把酒賣給大都市的 這些雜貨商 OK 跟酒商們 其實他當時也沒有酒商的概念 就雜貨商 是是是 約會走路 雜貨商 對對對 就這麼來的 對 所以當時這些大城市的雜貨商們 可能在格拉斯哥 在愛玲堡 或是在倫敦 那他們可能就每個月 實踐到架一輛馬車 就沿著利威河谷 一路往最深的地方去 對啊 對 沿途搜酒嘛 對 不是去搜稅 沿途搜酒 他可能都不是清醒 對 對 因為可了就壯了 對 所以當時就是 阿比都去到格蘭利威了 你這個禮拜有沒有新增六的威士忌 有有有這邊 那幾桶都是新增六的 來來運上馬車 就一路一家一家 一家一家收 收購 一桶一桶的橡木桶 裡面裝滿久 就載回到自己的鋪子裡面了 打貨店 對 所以當時其實就靠著這些雜貨商們 在賣這些威士忌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所熟知的 這OB 這個官方裝瓶的東西 OB這個概念其實很晚才出現 一直到大概1970年以後 對 才出現這樣的概念 在這之前 其實威士忌的傳播 威士忌的販售 都是靠獨立裝瓶商 在做這些事情 比較像是說 那個酒廠比較像是工廠 它只是在生產 那其實透過這個IV 其實算是它的銷售 它的代價把它賣出去 沒錯 所以你看其實 而且你看兩三百年前 哪有玻璃瓶這種東西 沒有 所以兩三百年前 要怎麼買威士忌呢 比如說今天David 你開了一個雜貨店 是是是 你不能插酒嘴 要不衛生 對 雖然酒精度都六十幾度 七十幾度 阿伯有啥 如果今天我要買個威士忌 我怎麼辦 我從我家裡帶了一個陶罐 當時只有陶罐 是是是 當時兩三百年前 我們台灣的翁仔 翁仔 對翁仔 然後去到你的店 對 David你最近 有沒有什麼新的酒廠的東西 自己管都不錯 這個最近賣得特別好的是阿伯 阿伯 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你沒餵你OK嗎 沒問題沒問題 越臭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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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我就把陶罐拿給你 對不對 你幫我把陶罐接過去 把橡木桶打開 對不對 把酒裡面取出來 裝到這個陶罐裡面 是是是 這個動作就叫裝瓶 所以最早的裝瓶商 其實就是雜貨店老闆 是是是是 可以這麼說 這是裝瓶的概念 是是 那所以 因為就是這個裝瓶的概念 就是雜貨店老闆 一開始 對 對那後來嘛就是開始 你可能會想要說 發展你自己店裡面的 就獨特的這個威士忌 對風格 所以你開始做什麼 開始做調和 是 對不對 所以Debit店的調和 跟博藏店的調和 就會有不一樣的特色 是是是 對 你們的調和就會找到 各自的這個銷售的群眾 是 認識的這個客戶 是 然後甚至一路發展到全世界 對 然後你就變成Johnny Walker Johnny Walker 你就變成百靈潭了 OK很好很好很好 就是就是這樣子來的 是是是 就是這樣子來的 對 所以我才會講威士忌的歷史 其實就是獨立裝瓶商的歷史 如果沒有這些獨立裝瓶商 如果沒有這些酒商 沒有這些雜貨商 就是不會有今天的威士忌世界的樣貌 某個角度來講 其實約翰走路跟他們也都是獨立裝瓶商 其實 是是是 就是一個雜貨商的概念 雜貨商是一個代理商的概念 對 來再做這些 把原料做成是 對 其實真的是越做越大 對 大到真的是資本非常非常的雄厚 然後回來乾脆把所有雜貨商全部買下來 對啊 還是做末端的 對 市場上面 是是是 那所以就是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說 IV它其實就是說 它的一個歷史的由來 不過其實我覺得對很多的人來講 像他剛開始接觸威士忌的時候 其實 老實說接觸IV是有一點 辛苦 對 有點害怕的 因為其實我記得我剛進去威士忌的時候 哇 有100多個酒廠 我不知道從哪裡喝起來 滴海茫茫的 對啊 而且都很對啊 然後很多格蘭的就很多了 然後就是還有很多不是格蘭的 然後就是那麼多不同的產 其實那是有一點 對 雖然資訊很多 不過還是有一點 那不過至少一個酒廠 可能就有個12 15 18以前 核心酒款 核心酒款 大概這些你可以從這些先開始認識一下 不過這些遊戲規則 所以已經很多了 是 那你到了IV其實又更就 對 就是吃飽太鹹的人才喝IV這樣 對 那你剛才有講說其實你是從IV進入威士忌 是 因為你的個性很特別 就是 特別喜歡也跟生產的一個經驗之前 就是我真的吃飽太鹹了 OK OK 謝謝 OK 好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 一般的同化他們可能想要進入IV 你會建議他們怎麼去就是進入IV 是應該去店裡面老闆說要幫我介紹這支 因為我發現你大部分這樣問那個老闆 老闆就會接著他們包的 哈哈哈 對不對 內行內行 你知道這個套路 這個是我自己是親身經驗體驗過 所以就是說那你 當然他包的應該也不錯 不過有沒有其他方式 因為他包的有時候不是那麼客觀 你知道就說來 好的你喝我們包的 那你就好像 對啊 謝謝你今天都沒有拿Wisky Fine出來 是 是是是是 因為我們今天有被要求不可以拿 已經被指定了 抱歉抱歉抱歉 不要開玩笑 開玩笑 我應該這麼說啦 我覺得不論是OB還是IV 是是是是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你喝到的這支酒 如果是OB的東西 是 這支酒是誰調出來的 是是是 首席調酒師是誰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我們在喝IV 你要搞清楚 雖然是不同的這個獨立裝瓶場 這個桶子是誰挑出來的 OK 對 這個人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的是 這一個人他的味蕾 他的味譜 以及他選酒的風格 OK 這個很重要 對 就有點像我們去吃料理 我一定想要知道說 比如說我去吃這個握壽司好了 是是是 可能一個套餐幾千塊錢的握壽司 我想知道主廚是誰 是 今天負責站在吧台後面那個人 負責幫我握的那個人 到底是誰 是 對他是怎麼握的 因為 其實選酒調酒跟做菜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是 對 首席調酒師或是廚師 他的手法 他的想法 他今天的裡面 包括他今天的身體狀態 是 都決定了他所挑出來的這一桶 他所調出來這個批次 是 對的狀態 喔 了解 所以你其實有時候是在認同這一個 是 這個算是威士忌作者 是是是 是是是 因為他可以透過他不管是調和或是選筒 去決定那個風格 沒錯沒錯 所以找到你所喜歡的 沒錯沒錯 味蕾跟風格的人 去追尋他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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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同學們都知道AP 非常愛 Arthur Patterson 非常愛那個Richard Patterson 喔 Richard Patterson 喔他就是Richard Patterson I'm Richard Patterson 他就非常好 他就是 他和Richard Patterson做的東西都不理智 哈哈哈哈 已經被騎到去了 我們這是 totally fine Toto 那天他跟我講說Shackleton 他還在跟我講 對對對 那 那所以就是說 那 好 不過我其實覺得 這個資訊 以我們來講 有時候不是那麼好取得 對 IP可能 你說OB就已經不是很好取得 那IP不是更難取得嗎 其實倒也不會 我覺得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結果我其實這樣走訪這麼多的國家 對 我真的覺得台灣的威士忌的群眾 OK 非常非常的幸福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這些進口商代理商們 品牌商們 是非常非常的注重威士忌教育 這件事 OK OK 對 他們會不厭其煩 巨細迷移 盡可能的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挖給你知道 是 對 甚至在COVID-19還沒有那麼的嚴重之前 是 甚至國外很多的酒廠的首席調酒師 每年他們也都會定期來到台灣 是 對 像你看格蘭捷的比爾博士 對 等等的 包括Richard Patterson 他們每年也都會有行程來到亞洲 來到亞洲 一定會來到台灣 是 因為台灣是個太重要的市場 是啊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的消費者 你要取得到這些酒廠的資料 其實不困難 其實不困難 而且你看就是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品酒會 各個品牌不論OPIP都有辦品酒會 是 所以你要取得這些資料 只要你願意問 對 對 你一定會得到你需要的資料 了解 對 對 對 所以你覺得就是透過這一種自己去發掘 去找出你認同的這種做酒的人 是 那再從他去 從他這樣去做延伸出來 是 這樣想法真的很美 真的是這樣 對 我知道博章很能夠認同 這個威士忌 maker的這個味道 真的真的 就像我們 對 就像我們在吃飯也是一樣 今天這個廚師請假 我就真的不要來吃了 他不在嘛 我幹嘛來 對 我就是一定要吃到他所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威士忌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那其實我 您本身其實也是一個威士忌 maker 的威士忌飯 您也是在選酒 是 那我就想要請教 就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 IB酒商包桶 那他們去選酒的這個過程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在想我今天要是說 我跟他說好總經常要包一個桶 我去酒場 他應該不會理我 那他說好 那我理你 那可能就這兩個你選一個吧 是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所以這樣子 老實說我也沒有什麼選擇性 是 我只是二選一 我在想很多可能是 我說我要包桶 人家可能是 就是記幾個sample 讓我選一個吧 還是這個流程大概是 可不可以請您分享一下 像您自己在做 這個IB他們在選桶的過程 大概是什麼樣子 這個其實要分 就是你是在 你是做什麼用途 OK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是個人的選桶 是 對 那你算是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去挑一個你想要的桶子 是 那當然你就可以找很多的供應商 是 比如找Whiskey Fine OK 或是國內有很多的 不論是OB還是IB 能夠提供你這樣的客製化的 是 這個包桶服務 是 對 那流程不外乎就是說 要先跟你溝通 你想要什麼樣的這個風味 或是你想要什麼樣的桶型 就是你需要的大概的裝瓶數多少 或是你的預算多少錢之類的 對溝通完了之後 那可能就會給你一個 比如說一個list 是 一個清單 以上在清單上面這些桶子 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你可以先大概瀏覽一下 把你喜歡的可能勾選出來 那這個購音商就會把Sample寄給你 OK 符合這個需求 其實不會真的把你帶去蘇格蘭 去每一家就想選 是 不過在台灣做自己人多嗎 其實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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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一些特別的場合 對對對 會包一個桶這樣 是是是 那當然就是你適當你喜歡的 OK 那我們就確定是這一桶了 然後就安排後續的這個貼標 裝瓶 運送 對 那IV酒商一般是怎麼樣來做這個選桶的動作 哇 那其實這個就 比較複雜一點 OK 因為第一個當然還是看IV廠商的規模大小 OK 比如說你這個一年可能是在50桶的規模 或是一年到100桶的規模 或是上百桶甚至上千桶的規模 當然你的規模越大 那你的這個談判的籌碼就越強 是是 那當然也意味著你要投進去的資本額的量也就會越高 那當然有些的 像我們今天擺在檯面上的這些獨立裝瓶商們 他們是有能力可以去跟酒廠直接做交涉的 可以跟集團直接做交涉 他們可以直接跟 像比如說以BBR來講 他們可以直接跟DR酒 跟保樂利家 跟集團直接採購 那可能一次性採購出來的一個Piece 就是上百桶了 對 然後回來之後再開始分門別類 分酒廠 然後分年份 分桶型 一桶一桶再去做篩選 對 然後把認為就是 BBR他們認為合適的 符合他們的選酒風格的東西的桶子挑出來 裝瓶成為產品 對 然後這個上市 那你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那不符合他們的標準的怎麼辦 對不對 自己喝掉 那開玩笑 就每個員工發一桶當年終獎金 對 老師這麼好 所以你講說我要去那邊了 我去 對 馬上 沒辦法上班了 我走了這樣 對 那因為我們其實在蘇格蘭 就是集團跟集團之間換酒是很頻繁的 是是就交換 對就交換 對 所以其實也是一樣 對 就是貿易商跟貿易商 IB商跟貿易商 跟貿易商之間也會彼此會換 彼此會交易 對 所以我這批買進來 OK 我處理完了之後 我需要裝瓶的留下來 不需要裝瓶的 我另外再交易出去 OK 對 所以這樣的裝瓶是很頻繁的 或者說 像有的IB商可能會覺得說 有些桶子也許 可能我們滿新的來說 它很年輕嘛 可能只有七年六年 對不對 但是它是很有熟成的潛力的 沒關係 繼續放在倉庫裡面 若干年之後 對 說不定它到了哪一年 突然之間覺醒了 喔 那發生這個素的味道 全部都散放開來 這時候是裝瓶的好時候了 對 所以一些比較成熟的獨立裝瓶商 他們會有自己的倉庫管理的系統 會有自己的橡木桶管理的政策 對 也會有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避免 橡木桶的一些的突發狀況 因為橡木桶是一個有機體 是 它還在呼吸 對 它有時候可能 這邊突然露一個洞 開始露酒 或是怎麼樣會有問題 你需要維修 把桶子移出來 需要維修 再換個新的桶子給它 對 對這種東西其實在一些比較成熟的獨立裝瓶商 也是很常見的 對 所以從就是採購的角度來講 比較有具規模 當然可以直接跟集團來採購 那一些可能規模比較小的 它可能還不具備直接跟集團來採購的能力 那它可能就找像比較大型的獨立裝瓶商 或是比較大型的我們講的中間商 叫broker 對這樣的角色來做採購 了解 所以他們在選這個酒 其實未必是去酒場一桶一桶選 不可能 他們可能就是三百桶運過來 然後他才去決定這三百桶 他要現在裝 他要留下來 他要不要換桶 他要不要把它交換出去 對 好像這個球隊一樣 其實是賭博啦 賭博 為什麼是賭博 為什麼 因為當你規模越大的時候 當你可以直接跟集團去交易的時候 其實往往那個叫做paperwork 叫做文書作業 集團直接給你一張清單 一個清單 上面就有密密麻麻 有很多的針六場 然後不同的年份 不同的桶型 是是是是 你就看資料來決定 買或是不買 真的喔 是 那它是細到一個桶 還是說這個類型 沒有 細到一個桶 一細到一個桶喔 對 都有編號 對 每個桶一天天有編號 那你可以說這個桶給我sample嗎 不行 不行喔 沒有這個服務 沒有這個服務啦 買一桶那麼貴的酒 還沒有這個服務 對他講一桶比較貴啦 對啦 對 好 平常一次要賣你三四百桶嘛 是是是 對 所以因為這我就去大批量的交易 對 了解 對 所以它有點像期貨市場 了解 對 所以其實是一件賭博 因為你沒有機會去試到每一個桶子 是是是 你只能夠根據他所給你的資料 喔 這一桶 比如說它有多少公升 是 酒精度是多少 然後什麼像不同類型 等等的 是是是 這個資料可能是正確的 OK 也可能是有錯的 有這誤差嗎 一定會有誤差 它真的不是呼籲的 因為它 依照我們在跟蘇格蘭人 就是做事的 對 經驗喔 一定有誤差 是是是 一定有誤差 不能怪他 他可能每天都是 工作很辛苦 都不是親情這樣 對對對 就職業傷害 職業傷害是 這個誤差可能從1% 到99%都有 他有可能甚至連桶子 99%是蠻大的 他有可能連桶子 都會買到一個桶子 裡面只有一滴酒 對啊 他甚至有可能連桶子 寫錯 比如說它上面跟你標是 sherry butt 你拿到的時候是一個 burbon barrel 這可以很常見 也屢見不鮮 那你要怎麼辦 可以退貨嗎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就是你全部 因為他們是這樣子 一批 一批 不過價格也可以啊 當然好談 應該比較好談 肯定是這樣的 就像你去掃貨一樣 就是這一批 我眼睛閉起來 對 就是這條線過來 就不是我的 對 就是這樣的概念 對 所以越大型的獨立商品商 他們的採購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是不是他們的品質 是因為沒有保證 他們的保證是從 會不會送來吃垃圾 是在後端他們自己做QC 你說的對 你有可能買到垃圾桶 你真的有可能買到垃圾桶 不管你不能夠賣出去啦 集團也不是故意要賣給你垃圾桶 對啦 因為你知道嘛 文書會有錯嘛 是是是 文書會有錯嗎 這是真的 這是職業傷害的問題嘛 這是真的 你可以申請那個紙摘 對 所以你買到就買到了 所以比較負責任的獨立商品商 他就是全部買來之後 才開始一桶一桶取sample 來搜尋 來sorting 然後一桶一桶去check 他的這個狀況 是是是 一桶一桶再重新去測量 是是是 對一定是這個樣子 對 那再把他覺得可以發行的 把他發行出去 對 那今天你選的這三支 我知道都是跟 為什麼你選這三個 IV 因為這三個IV是推我陸坑的IV OK OK 費魁禍首 或者是祝福的 來源 所以其實還有哪一位前輩介紹 你認識的還是 其實有很多很多啦 就是因為在IV的世界 其實還有很多品牌 對 那只是說這三個是就是 因為說我在早期的時候 我在一開始接觸IV的時候 我最先接觸到的這三個人 是這三個品牌 其實也是權威啦 是是是是 其實權威可能就那個 Gordon McPhail沒有 要不然其實多個人 其實還有很多啦 像Gordon McPhail啦 然後像義大利的 Duck's Lane 甚至義大利的Samaroli 對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有名 是是是 那我選這三個是 因為這三個在台灣 都有代理商 是 買得到 對 都買得到 對對對 那像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最偏好的是 是VBR的玄筒 對 Berry兄弟羅德的玄筒 對 因為其實VBR他們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獨樹一格喔 他們應該說是 全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酒商 OK 對 從1698年 一路到現在 超過320年 是 然後這320年全部是家族經營的 是 對 這很厲害 你會不會覺得說 他們一直都看不太一起威士忌 其實也不會啦 因為他們家的錢 其實都是威士忌賺的 不過他們一直都說 我們是賣紅酒 你不覺得嗎 他們的其實威士忌跟葡萄酒 其實不太一樣的部分 對 對對對 也不太一樣的市場 感覺好像我看一些歷史文獻 好像他們賺錢都是威士忌 比較多版的 是是是是 不過紅酒當然是興趣啦 是是是是是 抱歉 我覺得他們在葡萄酒 我覺得他們在葡萄酒其實做得很好 是是是 他們是全英國第一個做線上葡萄酒平台 是阿是阿 我覺得他們在那一塊整個教育做得非常好 對對對 他們現在都說其實你進來你不用擔心有壓力 其實我們都會很樂意跟你介紹 對對對 就是你不是要跪離才能進來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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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因為我本身我很喜歡就是BBR的選酒的風格 對他們現在目前就是列酒的負責人叫做道格拉斯 道格 對然後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 對那我非常非常喜歡他選酒的風格 OK 對那我也是問道格 我說你到底你選的酒的風格是什麼 他說他曾經選過一支他最得意的酒 OK 對90只有四年 所以一年份不是一切 對酒場叫Telisker OK 對Telisker四年 比方說他這酒喝起來是讓目前為止他選得最得意的一支酒 OK 為什麼呢因為你說你要選20年30 像這支酒31年 對 31年的酒好喝叫理所當然嘛 也是 他就應該要好喝嘛 差別只是在於他有沒有非常好喝跟普通好喝 就這樣子而已 是是是是 對可是你一個四年的東西你要選到好喝你要挑到好喝 很困難 有他的困難點 很困難 對那道格我覺得他在選的威士忌我很喜歡 就是說他非常強調平衡 平衡感 這個你會喜歡 對平衡感 所以你在喝BBR的東西就是 他真的有點像在喝威士忌的葡萄酒的概念 OK 對的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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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溫潤 是 他不會有哪個味道特別的突出 或是失去了就是頭重腳輕不會 是是是 他一直都是在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水平線上面 然後每個味道是不急不徐的這樣打開來的感覺 是 我可以請教道為他們選酒選多久的一段時間 我記得他是90年代 90初期加入BBR到現在 所以快30年了 那幾支都是他的作品 你說有個四個classy range 對是他的作品 那四個其實就是像你剛才形容的 很像是紅酒的感覺 是是是是是 非常的溫柔很搭的 你會愛的 BBR那四支其實你非常OK 對對對那四支我也很喜歡 是啊是啊 那四支其實就是很適合人家入門威士忌 對對對 想要了解那四支通話我們之前有看過影片 可以下面我連結放上去 是是是 而且我可以廣告我們 哈哈哈哈 還有業配這樣 哈哈哈哈 業配自己的頻道啊 好這樣 BBR沒有業配啊 OKOKOK 應該腳像應該腳像 是是OKOK 對對對 就5C很喜歡他的東西 是啊是啊 很平衡 然後他們所選的東西都很乾淨 對真的很乾淨 很乾淨 對 所以他們的選筒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可以喝一下 我們可以喝一下 對 因為這是 這是從我家的倉庫裡面撈出來的 我忘記他還在 我完全忘記他還在 這個是一個1979的布拿哈本 1979的布拿哈本 對然後在2011年裝品 它是為當年2011年的 威士忌Live 對的紀念裝品 你看10年前的威士忌Live 買得到30年的這種 就以前真的隨便裝都是這種 威士忌 然後剛才Oden大師分享說 這個我也不要大叫了 然後這罐酒那個時候 五六千塊錢 是是是 30年的威士忌 對 然後雪莉桶 對 一個非常的 就是老派的雪莉桶的風格 真的 對 謝謝你今天我們喝這麼好的酒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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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來喝一下 謝謝 來來來來來來 謝謝謝謝 我們看香氣就非常迷人 對啊 對啊 那種老雪莉的風格 是是是 那種牛奶啊 巧克力啊 太飛糖啊 果乾啊 很細緻很creamy的味道 對 剛才那一段話是背下來的 還是馬上聞到 沒有就直接聞 OKOK 我覺得就是轉眼 我現在有一點點 來講一段就是 哈哈 在聽廣告 開玩笑的 歐人大師 剛才不敬不敬不敬 抱歉 抱歉 不過真的 香氣很舒服 我沒有話說了 所有我聞到的味道 你都說話 那種老雪家的味道 對啊 真的有 老雪家的味道 對就很舒服 其實不捨得喝 就是像你一隻聞 對 啊好聞 我要特別跟你說謝謝 因為我是1979年生的 真的嗎 我到現在都還不捨得 買1979年的酒 啊 謝謝您就是 哇那太好了 太好了 今天這個要多喝一點 要多喝一點 謝謝你 謝謝 不捨得喝這樣就夠了 有那個經驗 記住就好了 對 所以看就是非常的balance 對不對 很優雅 好質地很舒服 它整個是包在 對 好舒服喔 對 對 對啊 然後我們剛剛也喝了這一個 開人海 是 我們今天帶來的是開人海的一個白標 就是這個白標是只有在他們 凱德漢的那個shop 才能夠買得到的東西 是 你剛才說這一罐是去那邊玩 然後自己裝的 對對對 自己裝桶 對 就是他們的桶 他們的店裡面有好幾個項目桶 是是是 對那其中桶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Longgrove朗格羅 對 然後我們就直接拿瓶子 就直接裝 對 那其實這是兩三百年前的威士忌的商店 就是這樣子在賣酒的 對 那為什麼你覺得開人海 它有哪個部分 你覺得是它做得很棒 開人海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它的Variety 非常非常的豐富 很多種類 很多種類 而且很多類型 而且開人海呢 就是在 從90年代之後 他們其實 因為換了一個新的總監 是 對所以他們其實非常強調就是 平價這個概念 OK 對所以你會發現說 開人海的酒 其實到市面上的價格都很親民 對很佛心 對很佛心 對所以你如果想要在短時間之內 去認識很多很多酒場的話 開人海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一年的裝品量其實也非常非常多 對然後 對 而且你真的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酒場 然後各式各樣的年份 非常非常的多元 對 好 那這是開人海 那在國內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很知名的品牌 就是協會 我覺得大家非常非常 對 糧面協會 對 我有一段時間也非常非常熱愛協會的產品 對 那協會其實跟開人海一樣 他們也裝得非常非常多元 而且協會它其實除了裝蘇格蘭威士忌之外 它也裝了很多新世界的威士忌 就是包括台灣的葛瑪蘭 真的喔 台灣的南投 對 協會也裝了 當然協會也裝了日本威士忌 也裝了很多就是新世界的威士忌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教歐人大集有關於那個協會的 喔 協會 OK 協會也是當時就是引我入坑 滿重要的一個品牌 OK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協會它的就是 你走進一家商店 你一眼看過去你很容易認出來 對 對 它的視別度做得很好 對 視別度非常好 它就是一個綠色瓶子 然後上面呢 什麼酒場都不告訴你 只給你一個很神秘的號碼 你反正認我就OK了 對 其他的就是 然後上面呢 就是你只看得懂那一排英文字 對 有一個英文的標題 告訴你說這瓶酒它的風味 對 它的特色是什麼 對 對 對 那我們是這種 我們是文科生嘛 所以看到這種就是 你知道就沒有抵抗力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當時就很好奇 真的是像他所講的那樣子嗎 我就很好奇 我就是買了好幾個 不同協會的版本回家 那因為我覺得協會很棒的原因 就是說 第一個 它完全就是摒棄了酒場的限制 是 它讓你在沒有任何酒場的一個 就是識別度的情況之下 讓你直接去面對這一支酒的風味 是 對 所以你就不會被酒場的一些借電印象所影響 是 除非你真的是變態到 你可以把它的號碼都背起來 把它對應的酒場都背起來 是 對 也是有人這麼幹 是啊 也是有人這麼幹 對 那協會我覺得它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它的這個豐富性也很高 是 就是它除了裝蘇格蘭威士忌之外 它也裝了很多的一些 新世界的威士忌 比如像日本威士忌 像台灣的威士忌 很好 甚至叫澳洲的威士忌 美國的波本也有裝 甚至協會也有裝狼母酒 所以協會有裝很多狼母酒 對 所以你在協會 你可以喝到非常非常多元的烈酒風格 我聽您這樣子講 我就覺得它是不是也是 好像是取量用它自己的名聲來 好像來賣很多酒 因為就什麼都來了 是 是 是 因為協會當時成立其實真的是一群威士忌的同好 對 然後組成了這樣的一個像俱樂部這樣的組織 是 然後很定期的來裝童 是 但是月裝發現說 這個就是市場的需求 就是商業上面的需求 消費者 哇我要想我喜歡喝協會的東西 協會 所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對 最後就是也是被大集團給收購 喔難怪 對 它現在感覺像是一個集團 是是是 所以整個協會都被收購了 還是只有酒的部分被收購 其實協會其實是一個公司 喔已經變成一個公司 他們是一個獨立裝瓶商 是是是 剛好它的名字裡面叫Society 了解 其實已經不是協會了 就不是協會 就不是民間組織了 對它是一個裝瓶商 了解 那不過您覺得說它的選酒有什麼它自己的特色嗎 因為它感覺很多 對 不過我也不一定要跟協會買 是是是 我覺得協會的特色就是說 就是我常常講就是歐洲人喝威士忌 跟我們亞洲人喝威士忌不太一樣 是 歐洲人很強調就是威士忌在口中那個爆發感 OK 對 那個一瞬間炸裂出來 那種乾爽刺激 那種一瞬間的那種感覺 像煙火一樣 煙花一樣那種感覺 是 協會就這樣的風格 OK 所以你會發現同樣的 比如說同樣的一個酒廠好了 即便相同的年份 協會裝出來的桶子 跟BBR裝出來的桶子 就完全不一樣 BBR是很柔啊 他們就是天平的兩端 我常覺得就是天平的兩端 OK 一個就是平衡 然後就是柔順 對 然後四平八紋的感覺 這個就像是一顆炸彈一樣 對 就一拳就過來 然後很就是很精彩這樣的感覺 是是是 對 所以兩個的風格很不一樣 我聽你這樣講我應該偏協會你偏BBR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們兩個的九路感覺是這樣子 比較是往這個方向 是是是 所以其實真的很不一樣 是是是 對 然後因為今天帶來的其實是協會他們的 這個是給那個香港的免稅機場的一個版本 OK 對它裡面裝的其實是一個滴地的威士忌 OK 對一般我們想到滴地的威士忌 他跟頭選啊 就只有他跟頭選 對對對 是這個為什麼 古類是古類威士忌 對 對 這邊不好意思 好 對因為一般我們講滴地的威士忌 可能就是很柔順啊 是是 然後很清淡啊 對這樣的感覺 是 對 那我們喝到協會的這個滴地的威士忌的時候 是 你就會發現它的風格就完全的不一樣 OK 就位給你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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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香氣就非常的濃郁 是 很紮實 你會覺得有很多東西包在裡面 是 對 它有一批野獸在裡面 我好喜歡一個沃順大師品酒 你的 就是你講出來 你形容酒都好棒喔 對 我覺得這是做威士忌大師必須要有的能力 對 好喜歡聽你的 就是胡說八道了 哈哈 就是講出來 那就非常的就是覺得 嗯 然後你講完之後我就覺得 是 我沒有要說話了 就是喝酒 我就喝酒就好了 對 然後你把他放到口中之後 他就開始爆炸開來 對 OK 對 這個資訊裡面是不會告訴你是哪一間酒廠的酒廠 差不多完全沒有告訴你 對 所以就是靠你的那個 對 去搜尋 對 就像幫你一樣 是 然後你有沒有 它是酒在口中裡面的重量感很紮實 它是有重量的一支威士忌 是 對 然後整個那種新鮮的那種香草的味道 對 新鮮的草本的質感 然後太飛糖的甜感 對 那個密度非常的高 密度非常的高 對 對 真的 嗯 這就是協會的 這是弟弟嗎 這是弟弟 其實它是有那個風格在後面 對 可是它的表現方式 對 就是協會的表現方式 這是我講的就是風格 是 其實我們喝威士忌喝到最後 其實風格很重要 OK 你喜歡哪一個調酒師的風格 你喜歡哪一個玄筒人的風格 對 其實這支的感受度也很棒 對 它在口腔裡面超豐富的 對 它其實一直衝擊你 但在舞雲的地方跟在舌頭上面的一些變化 口腔裡面 真的是 像一匹野獸這樣衝出來 嗯嗯嗯嗯嗯 是 一直亂撞 對對對 就是像煙火一樣 棒棒棒棒棒 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它有很多想要聊 就是說 要是有同好他想要進入IV的世界 那你會建議他 我覺得 我覺得 也許就是 不要說去問 老闆或是一些 因為有的人 他可能不敢問 所以可不可以請你 就建議他們說 應該怎麼樣進入 IV的世界 你覺得會是一條 他走起來比較好走的人 喔 很簡單啊 就喝火跳就好啦 這樣人家馬上看到那邊 覺得自己就是業配 這是業配 因為最高端的業配 就要最後 就是再把商品翻出來 沒有問題 這開玩笑 這開玩笑 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答案 其實我 就像我講的 我覺得 我自己也喜歡喝咖啡 是 那我也喜歡喝威士忌 但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喝咖啡會讓你越喝越清醒 是 因為咖啡因嘛 你會越喝越有神 是 但其實喝威士忌 會讓你越喝越感性 對 所以喝威士忌 其實感覺很重要 是 那個感覺就是包括是 你喝什麼酒 以及你跟誰喝酒 對 真的 真的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常常講說 喝咖啡就是在談公事 是 但喝威士忌是在聊心事 是 形容得很好 對 所以威士忌是一個感性的商品 是 它跟人其實脫不了關係 是 你喝到這一支酒 其實你是在跟 你是在透過這一支酒 跟做這一支酒的人在對話 是的 對 所以我覺得歸根就底 還是在於說 你喜歡誰的風格很重要 OK 所以以初期來講 當然以一個就是出入門的一個消費者來講 我都還沒有喝過這些東西 我怎麼知道誰是誰呢 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走進一家酒吧 好 那你可以加上很多不同品牌的威士忌 不同的IV所選出來的東西 是 你可以都先各點一杯來喝看看 是 你也可以請 bartender 有些比較有經驗的 bartender 他知道每一個每一家的風格 他可以幫你介紹 是 你可以先從單杯開始喝起 是 甚至我也知道在台南 包括在我們台灣 有一些的威士忌 bar 是可以喝到半份的 是 這個很棒 真的是佛心的概念 我們台南威猛的原因就可以了 你可以喝到半份 所以當你做了一番嘗試之後 你大概會建立起你自己的喜好 好物 應該這麼講 威士忌沒有對錯 只有喜歡跟不喜歡 只有比較喜歡跟比較不喜歡 而且你的喜歡好物 會隨著你的年齡而有所改變 是 對 可能一開始你可能會很喜歡學粒頭 對 可是到後來越喝越往波本的方向去 這是有可能的 你的好物會一直改變 會一直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是威士忌有趣的地方 是 對 那等到 對 那包括台灣有很多社團 是 對 所以你也可以藉由參加社團 然後跟絕友之間互相分享 對 那慢慢慢慢 其實你就可以找到 你所喜歡的選統人的風格 或是你喜歡的那個調酒師的風格 對 當你確立了這個風格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我一直在講的 就是在講風格 是啊 我們有講風味 是 我要講是風格 是 對 因為這就是你 就像我們吃東西一樣嘛 有些人喜歡吃鹹一點 有些人喜歡吃淡一點 這叫風格 是 你先找到你喜歡什麼樣的風格 是 對 找到之後呢 你就會找到 由這個風格衍生出 類似跟它相近的風格 那個就是會是適合你的路了 OK 對 對 那其實賀威市集我一直覺得 沒有一個叫做既定的路線 對 每個人的路線都不一樣 自己去找自己的路線 對對對 這樣才會有意思 才會有意思 所以你建議的話 我們就是說其實是 找機會參加一些品酒會 是 然後呢或者是 比如說一些酒吧 對 然後有比較多的 然後去點不同的 對 然後去車子 對 那一個風格是 那可能也是請教 要是覺得這位 他比較有經驗 去請教 收集資金 自己去找那條路 是的 還有多看好總監啊 對 也是一個認識威士忌的方法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就自己去 走那一條威士忌的那條路 是 我覺得你就勇敢跨出去 我覺得喝威士忌很棒 就是你可以 威士忌很誠實 是 它會很誠實的反映你內心的樣子 你內心真的想要什麼 你喝到那個威士忌 它會告訴你你喜歡它 就代表你是想要這個東西的 哇 對 哇 這個說得好 是的 我剛才在想我們喜歡的風味 到底反映出什麼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慢慢討論 不過剛才因為你有做球給我啦 所以我有做球給你 是是是 那身為一位IB的一位 就是挑選者 什麼是您的風格 什麼是我的風格 對 我的風格其實 坦白說 如果要我就是每天daily dream的話 每天我都可以喝的東西的話 BBR會是我的風格 OK 對就是我可以每天都去喝它 甚至我想都不用想 我就隨手抓一瓶過來 任何一款BBR的東西 我隨手抓一瓶過來 我都可以當作每天真的 有的是不要太Demanding 對 很放鬆的 對 但是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做一些 比較高拐的東西的時候 是是是 我會 往協會的風格去 了解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作為獨立裝飲商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我們的產品能夠盡量的 讓越多的愛好者 是 接受會越好 是 對那其實 你永遠沒有辦法用一款酒 去滿足所有的消費者 OK 一個再好的廚師 也會有人不喜歡他的手法 一定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們 我們只能夠根據 某一個 比如說某一方面的愛好者 BBR的愛好者 我們用BBR這樣的風格去滿足它 Kellenhay這樣的愛好者 我們用Kellenhay的風格去滿足它 是 協會的風格 我們用協會的愛好者 我們用協會的風格去滿足這樣的消費者 是是是 對那我覺得 我之所以很喜歡IB 就是說 我大概能夠掌握住每一個IB 每一個獨立裝飲商 他們的風格是什麼 對 所以我大概能夠在 我自己在做 選筒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在設計產品的過程當中 對 去抓住說 什麼樣的產品 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風格 來挑選它 對 然後 因為畢竟我們是商人嘛 是 對我們是獨立裝飲商 我們做出來的酒 是要賣給消費者的 是 我們希望消費者是喜歡它的 對 所以當然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 根據這樣的一套流程 所做出來的東西 給我們針對的消費者 他們會喜歡的 是 對 所以和威士忌飯來講 其實你會發現 威士忌飯的風格 會滿多變 會滿多變 當然我會有一個一定的路線 就是在這麼多變的風格當中 會有一致的一個路線 那是我個人的喜好的東西 對 那我很追求平衡感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我們家 我自己的玄筒的裡面 就是每一支酒 一定都會有很平衡的東西在裡面 那只是說 有的酒在平衡基礎之上 會像BBI這個樣子 很老成 很優雅 很內斂 英倫大叔 這樣的風格 對 有些人就會比較活 對 有些人就會比較活潑調皮 像協會這個樣子 對 不過我剛才其實我覺得 您有透露出來 您其實本身形容自己是英倫大叔 所以您的風格其實是英倫大叔的風格 我的內在 我的內在 其實可能在喝威士忌飯 各位童話們有的話 打開來喝喝看 看你能夠喝到 歐倫大士的這種英倫 藏在那個調皮的外表之下的 英倫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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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種風格在裡面 今天真的很謝謝你來上好多經營 我自己也學到非常的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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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同好 感謝你收看我們好總監瞎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期待下一次歐倫大師 再來到我們的好總監瞎談 下次見喔 下次見 拜拜 拜拜